皇后娘娘 臣妾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是怪胎 这个所谓的皇后 是想处死我和生我的妃子 如此奢华的寝宫 我这就美眉享受了 莉妃 你自己生了怪胎是小 影响国之安定是大呀 本宫作为后宫之主 自然有权处理后宫大小事 把这怪胎报给丽妃好生看看 省得她以为本宫冤枉了她 娘娘 小公主她 您看看就知道了 哇 好一个破碎感十足的大美人 瞧瞧这鼻子 这眼睛这嘴巴 怪不得好多皇上都活不过三十岁 后宫若都是这样的大美人 能活得长才怪呢 一道道声音在耳朵旁炸开 莉妃抱着鱼弱的手顿一下 抬眸看向店里的其他人 并无一人开口啊 那她听到的声音 是谁发出来的 莉妃可看清楚了 宫里嫔妃若是生下怪胎 一律处死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想起来了 我不是穿越 是穿梳了 我就说 怎么越听越熟悉呢 等会儿皇上那个抱军还会过来 毫不留情地把我和美人娘亲一起处死 难道我刚听到的话 是我刚剩下的女儿发出来的 正思索着 等得不耐烦的皇后 对身边的宫女使了个眼色 那宫女领会 上前毫不客气地抬手 去抢丽妃抱着的余依洛 放肆 这是本宫的孩子 谁若是敢上前一步 本宫就对谁不客气 皇后娘娘 小公主是无辜的 求你放过小公主 皇上驾到 皇上身边的曹公公和她 抬脚走进寝宫 寝宫里的人哗啦啦的 全部跪在地上 万岁 皇上淡淡地看了皇后一眼 让众人起身 皇上 丽妃才生产完 这等污秽之地 您实在是不该来的 无妨 去把丽妃产下的孩子 往过来给朕看看 曹公公领命 把鱼一落抱到了皇上身旁 皇上不可 小公主她 看什么看啊 冯君 是不是打算处置了我这个怪胎 哼 没见识 被我这个怪胎吓到了吧 我呸 还怪胎呢 这个都是皇后的手笔 目的 不过是为了把我和娘亲除掉 亏你头发那么长 结果见识如此短 都不想着 让她一来检查检查 就把我处死了 可怜我刚出生 有口不能言 不然就能拆穿你这端庄大方的皇后的把戏了 不过没事 团灭了 大不了就冲开好了 你可曾听到有人说话 曹公公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难道皇上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 女儿说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话 说是皇上真的听到了 只怕女儿就没法活命了 看来皇上是听不到 不然只怕不会这么淡定 皇上 小公主如今这样 您看是不是直接处置掉 宫里之前也出现过类似小公主这样的 都是直接处置了 臣妾请求皇上传个御医过来 给小公主看看 当这一个刚生产完的母亲面前 只要处置掉她的孩子 好恶毒的心啊 你这是打算自己没人娘亲 让暴君 把我们一起除掉吧 这算盘打得还真响啊 之前处置掉的那个孩子 不也是你用同样的方式 才除掉的吗 如今又用到我身上 可许我没办法说话辩解 不然啊 直接反杀了你这个心机表 皇后向来端庄宽容 还知道让太医来看 不像这暴君 真的不知一声 就把我嘎了 真是白瞎了这张好脸 皇上轻渴一声 这小家伙伤的规矩 这小家伙的夸奖和大臣飞评的宫围不一样 已经他不知道 已经他不知道我能听到他的心声 所以夸奖的话肯定是发自内心的 好困啊 还有被这暴君抱着好不舒服 听到他的心声 皇上下意识地调整了下手势 哇 这个包子也太棒了吧 一抬眼就能看到美人娘亲的上世美颜 瞬间就不困了 皇上 太医来了 皇上 太医既然来了 就赶紧让他们看看 小公主为何 你们看看 小公主为何会是金童啊 三人脸色变了变 又很快恢复过了 臣每日为丽妃娘娘起脉 并未察觉丽妃娘娘迈向有意 爷 接着爷 皇后娘娘嘱咐过你 就是有意啊 你也不会说 可惜这儿啊 没有奥斯卡奖 要是搁现代 高低给你办一个小金人 皇上 三位太医已经查看好了 三位大人 小公主为何会这样 臣未查出原因 小公主一切正常 臣和许大人结果一样 林太医 你呢 林太医医术不错 肯定能查出我身体的异样 就是她在太医院 被皇后的人打压的不行 也不知道 会不会因为皇后不敢说 我的小命 可就掌握在她的手里了 回皇上 小公主身体健康 皇后心里大喜 刚打算开口 林太医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是服用了一种药物 小公主才变成了金筒 林太医怎么会知道 许太医不是说 没人能查出异样吗 皇后这是怎么了 可能天气变凉 臣妾身子不好 失态了 哎呀妈呀 这下小命应该保住了 林太医太棒了 皇后都心虚了 按照皇后记仇的性子 林太医往后在太医院 恐怕会过得更加艰难了 林太医可有办法 让小公主恢复正常 可以 陈回去 配几服药给小公主服下 便可以恢复正常 既然小公主无碍 本宫向丽妃妹妹赔罪 本宫是后宫之主 想为皇上分担 不想好心办坏事 误会了妹妹 本宫这就回宫 让人送人参过来 给妹妹补身子 她说着就打算离开 不想外面有人匆匆来禀 侍卫见你后 看了一眼众人 皇上挑眉 知道大概是有急事 侍卫才寻到这儿来见她 挥退几个御医和侍候的人 才让侍卫上前说话 皇上 这是边关传来的 完了完了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呢 这人给的信 指定是边关传来的 舅舅为了击破 一个时常侵犯边关的小国家 假装投降打入内部 不想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 说舅舅通敌叛国 先有我是金童这事 又加上边关的心 欧君一气之下 处决了我和美人娘亲 完美地完成了双杀 外祖父常年 在外打仗 身子本来就不太好 得知我和母妃被处死 舅舅我被诬陷通敌叛国 一气之下 直接吐血身亡 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事是太师的手笔 又和皇后有关系 朕还没说 这小家伙就知道的一清二楚 还知道是谁的手笔 看来小家伙 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啊 外祖父吐血身亡后 被舅舅知道了 舅舅着急回京 看外祖父 结果暴露了身份 被万箭穿心射死 本来以为活了下来 按照暴君的尿性 只怕这次是真的要团灭了 好累啊 死就死吧 先睡一觉 反正暴君一家也活不长 活不长 还一家都活不长 为什么活不长啊 知道小家伙肯定是睡着了 叮嘱了丽妃几句 便带着人离开了 天干物造 小心火烛 一觉醒来天都黑了 不过怎么这么安静啊 娘娘 这些是奴婢给公主找的奶娘 你看看哪个比较合适 不要奶娘 奶娘哪有清娘乡啊 送出去了 芙蓉呢 你抱着小公主 又才生产完 不必行礼 这皇君又来干嘛 打扰我和美人娘亲的二人事件吗 不知皇上来臣妾这儿 所为何事 真想起小公主还未起名 所以处理完事就过来了 丽妃觉得 小公主叫什么名字好啊 臣妾才说学浅 还是皇上为小公主赐名吧 不是 母妃 你咋就这么谦虚呢 你一个京城第一才女 说自己才说学浅 也不知道暴君 会给我起个什么名 秋水依人 落落如石 就叫依洛吧 洛洛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啊 洛洛如石 顽固如石头一般 就是挺符合我的 至于这秋水依人的意思 这是暗秋秋的给母妃表白吗 思念中的那个人 洛洛 这个一的意思是父皇希望你长大温文而雅 仪态大方 洛洛如石的意思是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坚韧不拔 装 接着装 明明就是对母妃有意思 不然也不会在母妃死后还找个替身 现在你没意识到喜欢母妃 等那些苟喜的真相明了 你就等着后悔吧 母妃死了你后悔 外祖父一家死了你更后悔 可惜没有后悔呀 皇上 晨起昨夜梦到哥哥了 不知道哥哥在边关可还好 金将军在边关很好 你不用担心 朕听闻他潜入了敌国里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心了 哎我去啊 这宝君欧塞了呀 他怎么相信了舅舅不是同体叛国 难道是因为证据他没拿到手 明日早朝就有人造证据了 居然还有证据 朕看着洛洛就觉得神清气爽 明日早朝 朕带洛洛一起去上朝吧 我刚出生一天 你就让我打工 宝君你做个人吧 他看到我就神清气爽 我又不是风有精 难道这就是我天玄打工人的命吗 二十一世纪天天上班 现在刚出生 他得被迫营业 天玄打工人无疑了 算了 被迫营业就被迫营业吧 到时候顺便想办法 救我那威武不凡的舅舅 免得美人娘亲伤心 可算走了 接下来就是我和娘亲的二人事件了 复龙 你找娘娘有事啊 奴婢肚子有些不舒服 所以回房休息了 现在好些了 过来找娘娘请罪 古代有夹子 既然不舒服 就好生歇着 穿着这一身形童过来做事 还能做事 瞧瞧这打扮 可不就是专门来见暴君的 说谎真是张口就来 我眼睛变成金色这事 可守不了他这个帮凶 奴婢现在已经无事 谢娘娘关怀 这宫女是丽妃你的天生宫女 方才她冲撞了阵 曹公公 把人拖下去杖毙吧 皇上饶命 奴婢并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 暴君还真是个剑表大师啊 一眼就知道芙蓉的小九九 赶紧给母妃解决了这个害虫吧 不过 也可能是芙蓉不够美 若是再美一点 肯定二话不说就说了 啊 真是那样的人吗 娘娘 奴婢真的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 奴婢从小和娘娘长大 娘娘你救救奴婢啊 不知道堵住她的嘴脱下去吗 还要让朕来教你们 正回头让内务府 给你拨几个老师店子 过来伺候 说完等于一落夸她 嗯 皇上 不是 怎么又停住了 难不成想让娘亲 留她速在寝宫 嘴上说不要 身体就很诚实吗 皇上脸一黑 直接拂袖而去 曹公公一脸猛 皇上这是怎么了 变脸如此之快 罗罗 醒醒 上朝了 皇上 这是 小公主 真带着她来上朝 方太师有意见吗 皇上 自古以来 你与此不能干政 你带小公主上朝 更是余理不合 你跟皇上上朝带个婴儿 真说闻所未闻 哼 小公主才出生 能听懂什么呀 还干政 我看方太师 你是老糊涂了呀 你也知道公主才出生呀 那你带她来干嘛呀 皇上 要不朕这个位置 让给太师你坐 老臣惶恐 还知道惶恐啊 看来没彻底老糊涂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哼 想不到暴君这么会对人 太师的脸啊 真是比那调色盘还好看 禀皇上 金将军通敌叛国 是不是该捉拿回来问罪 金将军一家忠心耿耿 丞相可是有证据啊 臣有金将军和敌国沟通的证据 被人当枪使的李丞相 以后知道这姓是假的 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清政联名的一生 也因此染上了污点 丞相可信 看来这眼光还是很毒辣的 丞相果然是个好丞相啊 宝君不说话 他该不会是信了吧 这信和舅舅的笔迹虽然一样 可确确实实是伪造的 毕竟舅递了几封密信 都被人拦截了 可是我又不能说话 只会嗷嗷哭 也没用啊 哼 居然还拦截金将军的密信 这信看着和金将军写的一般无二 可真细细看 还是有些不同 李丞相 你认为呢 皇上对金将军笔迹熟悉 臣相信皇上 这宝君 真的欧欧欧啦 居然相信舅舅了 看李丞相都有些猛吧 嗯 相信就好 不用谈面了 起大骨奔呢 方太师的谋色变了变 想说什么 便见皇上站起身 直接说完 退朝离开 洛鲁 你看父皇这么相信你舅舅 真是不是英明神武 堪称明君啊 哎 皇上说这么多 小公主能听懂吗 是是是 你若是能一直保持这样 你们一家的命和江山 肯定不会落入别人手里啦 丽妃这个狐媚子 果然留不得 现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都能给我添毒了 皇上居然一路抱着小公主过来 皇后 找朕是打算请罪的吗 啊 臣妾已经赔过罪 给丽妃妹妹送人参过去了 说着 接过宫女兰芝手里的汤 走到桌前 给皇上盛了一碗 皇上 这是臣妾为您熬的汤 你喝点 暖暖身子 皇上就这么盯着她 不抬手去接 也不说话 皇上为何 这么盯着臣妾 难道皇后不觉得自己 应该向朕请罪吗 于一路听到俩人这对话 也不困了 还自己熬的 说谎真是脸不红 气不喘 宫人一路提着进来 你借过手上 就成了你熬的 皇上已经习以为常了 宫里的妃嫔会经常用这套说辞 他也懒得拆穿他们 可是 臣妾已经 你给丽妃送人参是赔罪 可是落落变成这样 不是你的手臂吗 真若是再晚过去一点 你是不是把丽妃母女俩都给杀了 皇后把汤放下 臣妾冤枉 后宫里妃嫔有孕 都是臣妾照亮 亲力亲为 就担心皇司有什么闪失 臣妾若是真害丽妃 别人岂不是最先怀疑臣妾 皇上这么快就插到我身上了 难道是许太医招了 哎哟 是是是 你亲自照亮 结果用药把还没出生的小皇子变成怪胎 等生产那天把人家母子俩都杀了 一个个都被你照亮没了 后宫还夸你皇后人后 真是一群被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的傻子 皇上回想了一下 似乎真如落落所说 皇后照顾的不是妃子疯啊 就是生下来是怪胎或者死胎 他刚想说什么 于依洛心声又响起 瞧瞧你这真成脸 暴君之白又信了 毕竟你是他的好皇后啊 可惜他不知道 他的好皇后自己没有孩子 也不想让别的妃子有孩子 这嫉妒心啊 刚刚的 皇上还没有从一个雷里面缓过来 于依洛又放了一个雷 什么叫皇后没有自己孩子 那太子是谁的呀 他一个皇帝这么惨的吗 每天累得不兴料理政务 结果被刚出生的小家伙说是暴君 而现在得行可以的太子 身世也有问题 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许太医都招了 缓缓情绪 皇上看着地上的皇后 你都做了什么 用不用真叫人过来和你当面对质啊 皇上既然已经认定是臣妾 臣妾无话可说 任凭皇上处置 他知道皇上再怎么处置也不会轻易废掉他 他可是先皇定的皇后 是太子的母后 皇后得行有亏 收回凤印和掌管六宫之权 闭门思过两个月 让人把皇后送走 皇上心里面有太多的疑惑 想从余一落的身上得到答案 可是小家伙已经睡着了 他失笑看了一会儿 把余一落递给曹公公 把小公主送回去给丽妃 再去刑部传阵口谕 让他们提审许太医 都说秀色可擦 如今可算是体会到了 就娘亲这美丽的脸 真是怎么看也看不腻啊 丽妃轻笑 忍不住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宝贝女儿的小嘴可太甜了 只是不知道 哥哥的事情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 今日本宫的眼皮跳个不停 嬷嬷 你去打听打听 今日朝中发生的事 余一落一听 就又开始苦恼了 烦死了 好想告诉美人娘亲 舅舅已经没事了 让她别担心 丽妃摸了摸她的脑袋 声音滴柔 有鹿岸这个小福星在 娘相信哥哥 肯定会没事的 对啊 舅舅没事 难道这就是我和娘 心有灵心吗 张嬷嬷大概缺了 一盏茶的工夫就回来了 把打听到的事情 告诉丽妃 丽妃本是为了找个由头 听宝贝女儿的心声 所以一点也不意外 娘娘 近日真是喜事连连 奴婢还听了另外一件事 哦 什么事 张嬷嬷如此高兴 寝宫里面没有其他人 张嬷嬷也并不忌讳 听闻皇后被剥夺了 柳宫之权 闭门撕过两个月 皇上还让人去提审了 许太义 现在后宫都在议论这事 皇后失去了掌管后宫的权力 不知道暴君 会让谁来掌管呢 皇上驾到 思索间 皇上驾到的声音响起 丽妃和张嬷嬷行了礼 还没问出皇上的来意 就见她静止朝雕花大床走去 抬手就想去抱在床上 哗哗哗的鱼一落 皇上不可 丽妃阻止了她 柔生几时 你从外面来 身上带着凉意 沉气怕陆尔因此着凉 皇上也不恼 收回手 嗯 是朕考虑不周啊 说着 冲曹公公招手 让他们把东西抬进来吧 丽妃不解的眨了眨眼 皇上这是 这些都是给落落的 丽妃好生收着 鱼一落本来还在哇哇哇的 一听到这话 立马就竖起了耳朵 啊 帮我起来 我要看看暴君 都少了啥好东西啊 丽妃哭笑不得的把它抱起来 嗯 被人娘亲太懂我了 这婴儿窗可以啊 上面的东西 看着很值钱的样子 等我长大用不上了 把上面值钱的东西 都卖掉 皇上一阵无言 哎 那匣子里是啥呀 这是父皇给落落的暖玉 落落喜欢吗 暖玉之地 色泽温润 没有一丝杂质 看起来是一块好玉 喜欢喜欢 看着质地 应该挺值钱的 给我弄个十块八块的 就更喜欢了 皇上挑了挑眉 原来落落还是个财迷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银钱收买她 从她那知道一心事啊 说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小姑婆 我才出生就少了这么多 若是暴君一直赏我到长大 那我该是怎样一个 天真开朗的小女孩啊 丽妃瞥了眼皇上 有些同情她 给了这么多好东西 女儿还一直说她是暴君 太惨了 还好皇上听不到女儿的话 不然夸我的和骂她的一对比 不得气死呀 康南赏赐的东西后 皇上顺势坐下 倾咳了一声 金将军在边关一切都好 丽妃不用担心 说这话的时候 皇上心里没来由的得意 谁让她能听到落落的心声呢 就由她来传达 省得丽妃担心 落落虽然喜欢编排她些 可力大于弊也算是个小福星啊 她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自动过滤掉不好的话 谢皇上告知 不是 不会聊就别尬聊啊 我这天尴尬的毛病犯了 皇上喝茶的手一顿 留下来就是想听一听 这小家伙会想些什么 可是小家伙想的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 只得站起身 先带落落去玉书房娃娃 爷爷落哇哇哇地叫着反抗 可是呢 已经被皇上抱出了寝宫 唉 反抗无效 她就只能乖乖地闭上嘴 走到玉书房门口 看到等候在门口的刑部尚书 皇上挑挑眉 有结果了 进来说 刑部尚书跟着进入玉书房 嗯 说吧 皇上坐下 哎呦 暴君你做个人吧 你自个儿瞅瞅 刑部尚书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肯定觉得你不该带我来这玉书房啊 玉书房重地 你带我来合适嘛 赶紧送我回去 我要躺在娘亲 想要软的怀里睡觉 徐一乐就不懂了 现代的奶妈都做不到这样吧 暴君怎么就这么热衷于大娃呢 难道是她长得太可爱了 暴君一看就喜欢 呃 臣 你是不是也觉得 真带小公主来玉书房不妥 想劝朕别这样 呃 臣不敢 哼 不敢就是觉得 朕不该这样 只是碍于朕的身份 不敢说吧 可不是嘛 说了你又不敢 人家都懒得说了 毕竟太师啊 都被你对得哑口无言 啊 啊 啊 皇上只当没听见 行了 那个许太医 审得怎么样了呀 重新进入正题 行不上书才放下心来 拿出许太医的罪状折子 这是许太医 签字画押的罪状 请皇上过目 看完上面的条条罪状 皇上脸色阴沉地 把折子生长按上 既然这些都属实 明日行一展行 皇上 这是金将军的折子 舅舅这折子都放来几天 居然现在才看到 折子暗藏玄机 没被看出来 才被递进来的吧 暗藏玄机 皇上怎么看 都是一封再平常不过的折子 他摸索着折子 思索着各种传递消息的方法 都在脑海里面过了一遍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啊 金将军是在给他传递消息 说自个儿没事 让他小心 难道是身边人有问题 皇上看了曹公公一眼 又给否定掉了 皇上 丞相大人求见 让人进来 丞相大人见朕 所为何事 所为何事 皇上 三皇子看上了臣的女儿 说要纳妾 臣是来求皇上主持公道的 哎 这是这个月第几个了 曹公公一脸认真 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第六个 丞相 性格内敬 听话 怎么会 怎么不会啊 男主光环呗 他没登基时 就是后院议员 登基后 为了穿月女 遣散后宫家里三千 行 朕知道了 明日朕选你们进宫问话 皇上摆摆手 打发掉丞相 贤妃温良贤淑 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 性格真是谁也不像啊 洛洛 你的几个皇兄 你觉得 谁可以当皇帝啊 旁边的曹公公 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 皇上真是疯了 什么话都和小公主说呀 有我挑的余地嘛 肯定是三皇子 人家可是男主哎 你都是死在他的手里 一日 于一洛没被带去上朝 睡到了自然醒 让他感动得差点落泪 觉得暴君终于做人了 吃完奶 就听到暴君声音传来 洛洛 父皇带你去玩 皇上昨日没套到话 决定今日三皇子 和丞相的女儿进宫 带着小家伙去看看 皇上带洛儿去哪玩呀 神仙要不再给他听见衣裳 不用 三皇子进宫 只要带他去看看 心里有些抵触的余一路 听到这话就不抵触了 书里面那个三皇子 长得极其帅 嗯 他倒是挺好奇的 真的有那么帅吗 皇上驾到 皇上抱着余一路去到大殿 坐到上守卫之后 几人齐刷刷行李 余一路跌溜溜地转动着眼睛 盯着下面的人 长得真是好看啊 完全是男女通吃 怪不得姑娘们挤破脑袋 想进他的后院 同情暴君几秒钟 不是 怎么就同情上阵了 皇上无语 三皇子长这么好看 又不像暴君 暴君难道不怀疑的吗 怀疑什么呀 皇上感觉自己真的被整懵了 一个疑问还没搞清楚 又来一个 见皇上迟迟不说话 下面跪着的三皇子率先开口 不知道父皇圈儿臣进宫 所为何事 你们起来吧 你想那李小姐为妾 人家丞相大人同意了吗 三人站起身 李家脸色羞红 回皇上 臣女自愿给三皇子当妾 求皇上成去 三皇子长得如此好看 是他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这李小姐肯定是长脑子了 国而生生的恋爱脑啊 身份又不低 你一个丞相之女做个什么不好 非要赶着做妾 王宝川来了 是怕都得给你让半个山头 让你和他一起挖野菜 李丞相恨铁不成刚地看了女儿一眼 皇上说时他还不信 在府里面问了许久 女儿也不说话 就像个哑巴似的 现在却比谁都能说 丞相 听到了吧 求皇上成去 丞相只觉得丢人现眼 这样的女儿 可真的是上不了台面呢 皇上 小女已经许了人家 万万不可给三皇子为妾呀 三皇子是什么样的人 上至文武百官 下至百姓 谁都清楚 后院女人无数 只知道吃喝玩乐 流连青楼 既然已经许了人家 今日这事 真就当没听过 嗯 不错不错 报君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皇上嘴角抽了抽 旁边的三皇子 则是一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爹 你今日若是不答应我 我就撞死在这儿 李家兴宏 就要往旁边的柱子上撞 胡闹 你母亲为你挑的婚事极佳 你 李小姐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丞相夫人给她挑的人家 是真的很好啊 可惜她满心满眼 都是三皇子 丞相夫人只能舍下脸去退婚 婚没退成 还让另外一个淑女顶上 这淑妹啊 也算是简陋成功 不得很好 皇上坐直身子 挥了挥手 示意丞相把女儿带离开 既然洛洛说了 丞相会解决 就让丞相解决吧 反正是她的家事 不然逼急了 让李家撞死在这儿 洛洛又得说她是暴君了 父皇 既然没事 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 儿臣府里的武器 才编排了一支新武 儿臣等着回去看 谁让你母妃暂时掌管后宫 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让你母妃给你挑个正妃 别成天和那些青楼女子 私混在一起 哎呦喂 我的傻父皇 你还真是会眼如炬 会挑人啊 怎么就让贤妃 掌管了后宫呢 三皇子能成功登基 可真是少不了 你的天砖家瓦 你是不是觉得三皇子 只知道吃喝玩乐 和女人私混 其实人家是在商量 怎么取代你呢 父皇 儿臣名声这样 选正妃的话 也没有大臣愿意把女儿 嫁给儿臣 毕竟 正妃和娜妾又不一样 再说了 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正妃之位 肯定只想留给新儿 嗯 朕心意已决 你回去吧 看来男主 已经喜欢上穿越女了 所以才不肯选正妃 这男主也有些惨呢 自己身世都不清楚 即便登基后 便依然认为 暴君是她的生父 皇上气得嗓子痒 刚喝了一口茶 差点被呛倒 什么叫以为 我是她生父 难道不是吗 贤妃还有胆 和别人苟合 会乱后宫混淆 皇室血脉 皇上 您没事吧 三皇子这性格 和贤妃 还有皇上您 都不像 曹公公六啊 太会说话了 可是下次不要再说了啊 容易掉脑袋 皇上感觉 自己离真相又近了一步 看了眼曹公公 那你觉得 三皇子性格像谁啊 他就是随口一说 皇上居然还温然了 这 是 还能像谁 当然是像你看中的 禁军统领 瞪风了 你肯定想不到 皇上手上的茶枕 就这么碎了 看样子 暴君被三皇子气得不轻 帮人家养孩子 还把自己的安危 交给三皇子的生父 如今又把后宫之权 交给了贤妃 到头来气的呀 是自己 大怨种实锤了 除了是冤种 还是个平平无奇的 采雷小天使啊 不是雷你放在身边 佩服佩服 鱼一落想着 忍不住抬眼看了看皇上的头顶 忍不住笑出了声 想要生活过得去 身上必须带点绿 想要生活过得好 头上必须长点草 完了完了 我现在已经不能直视暴君 微言俊美的脸上了 总感觉他头上一片绿 皇上摔掉手上的茶盏 皇上 您的手没事吧 没事 是三皇子欺你又不是我 送我这个小可爱干嘛 还是美人娘亲脾气好 不像暴君喜怒无常 你 曹公公 把小公主抱回去 陈哥哥 你回来了 阿门梁梁 你站在外面小身染了风寒 哎呀我这不是想见到陈哥哥吗 今日皇上宣你去 所谓何事 不会又因为李家骂你了吧 明明就是李家死皮赖脸 要怪就怪陈哥哥你长得太帅了 父皇没骂我 套伤心儿你受委屈了 我不委屈 陈哥哥你又不喜欢他们 是他们贴上来的 这样也说明陈哥哥你有魅力 我眼光好 心儿这般好 为我出谋划策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怎么了 陈哥哥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们说过不能瞒着对方的 三皇子略微沉音片刻 一边观察着阳心的表情 一边把皇上要为他选正非的事情给说了 看着阳心僵住的脸 他试图说些什么 可还没开口 阳心就猛地站起身 眼里满是失望 陈哥哥 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 所以你后院里全是女人 只要你不碰他们 我都忍了 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 正非的位置是我的 还答应了 给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心儿 你也知道我如今没有反抗的能力 我们这二男人三七四七 再正常不过 和你来的那个地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男人 我们那个地方可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 你做不到就别招惹我 说完抹了把眼泪 转身就跑了出去 与一路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 过了小半月的清静日子 他不知道抱军为何最近都不带他去上朝 也不来看他 娘娘 如今这宫里都在传小公主失宠了 花蕊 在娘娘面前嚼什么蛇根呢 奴婢就是觉得他们是胡说 皇上虽然没来娘娘宫里 可是也给小公主送了不少东西 丽妃好笑地看着花蕊 打断两人的对话 你竟然觉得他们胡说 还搭理作事 宫里这么多嘴 什么都在意 你不是为难自己吗 奴婢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 就去领探过来吧 娘娘 听说贤妃近日要为三皇子选正妃 让贵女们都来参选 皇子选妃弄这么大阵仗 贤妃这是想借此机会立威吧 可不是吗 最近贤妃啊 可是换了不少自己的人 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 君心难测 总归和我们无关就是了 让你去太医院看看林太医 这事儿你去办了吗 看了 林太医一切都好 就是听说许太医被斩首了 斩首 毕妃心里微差 她都还没有动手给六儿报仇 皇上出手可真快啊 这是怎么了 没领到探吗 花蕊把领来的探递给张嬷嬷 她拿到了你哭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先给花蕊涂药再说 张嬷嬷拉着花蕊坐下 给她涂了药才问 到底怎么回事 刚上好的药 别把药枯没了 浪费娘娘给你的药 内务府的人说 还没进入冬天 不给探 我就说小公主要用 他们就拿着不好的木炭打发我 我气不过 就和他们吵了起来 花蕊 你先下去休息吧 嬷嬷 你去请皇上过来 就说本宫请她过来 商量小公主的满月宴要怎么办 美人娘亲 这是只冷起来了 肯定是心疼我才这样的 果然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鹿儿放心 娘亲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臣妾参见皇上 皇上上前扶她起身 你个大猪蹄子 放开我美人娘亲 怎么还一直牵着呢 臭不要脸的 皇上 臣妾就把鹿儿抱过来 把手挣脱出来的丽妃 转身去抱起床上的小家伙 吩咐张嬷嬷去弃茶 丽妃 你身边伺候的宫女呢 她有些不舒服 让她去休息了 伺候的宫女被人打了呗 下手还不激 如今后宫是贤妃掌管 我可不信这事和贤妃无关啊 张嬷嬷茶进来 给两人倒了杯茶 便听丽妃吩咐 嬷嬷 嬷嬷 你去把炭烧上 酒点冷 臣妾身子弱 鹿儿还小 寝宫旁边就是荷花池 吹风寒气比较重 皇上见谅 这是什么炭啊 赶紧给灭了 免得洛洛吸了去 别说小孩子了 她一个大人都差点被呛死 宫里没炭了吗 怎么用这种炭呢 宫里当然不会没炭了 这不是宫斗桥段吗 肯定是贤妃故意为难娘亲 得遮她羞辱呗 若是没有她的受益 内务府的人哪敢打娘亲的天生宫女啊 可能是还没入冬 身边的人去领 令务府是这么回的 丽妃顿了顿 继续道 臣妾之前用的是去年没用完的余炭 要是忘记了 今年还没入冬呢 皇上脸色越发难看 贤妃才接管后宫 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动作 有炭没炭她比谁都清楚 这些不过是唐色丽妃的借口 想为难她罢了 曹公公 去把内务府的总管叫过来 还有 是谁给丽妃宫里拿这炭的 一并叫过来 你放心 朕倒想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对了 落落的满月宴 朕会让人去办 办隆重些 这些人不是说 小公主失宠了吗 朕就偏要隆重大办 给小家伙长脸 曹公公去得快 来得也快 皇上 人带过来了 知道朕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你们看看那炭 是给人用的 皇上 可能是小林子 一时粗心拿错了 奴才 这就给丽妃娘娘 换上好的红螺炭 求皇上受罪 都怪奴才粗心大意 拿走了炭 还拿错 王公公 这是想把事 往小林子身上推啊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的人 搬什么内衡服啊 既然拿个炭都会拿错 真以为 这手也就没必要留着了 王公公 你既然知道是小林子 粗心大意 拿错了炭 就由你 砍掉她拿炭 和打立飞宫女的手吧 利误啊 宝君这是故意刺激小林子 吐出更多东西啊 奴才尊 皇上饶命啊 这是贤妃和王公公让奴才这么做的 奴才只是奉命行事 奴才说是不这么做 贤妃会杀掉奴才的家人 来人 把两人拖出去 仗泽五十 逐出宫去 可以啊 除去了贤妃的一大助力 否则有王公公在 贤妃安插眼线到歌宫 就更加方便了 曹公公 把二人被仗泽逐出宫一事 传播出去 皇上这是打算 对贤妃出手了吗 见过贤妃姐姐 妹妹带着小公主 不必行礼 本宫过来 是想给妹妹你道歉 是本宫管理不妥 才让内务府的狗奴才 折辱了妹妹 姐姐说的什么话呀 你才尽管后宫 哪能事事中当 后宫人向来踩低捧高 就怎会是姐姐的错 想不到美人娘亲 也懂得一样怪气啊 贤妃这个死绿茶 问着味儿就来了 肯定是想套娘亲的话 还好娘亲不是什么傻白甜 于一落大眼睛 一眨不眨的盯着贤妃 看来三皇子挺像贤妃的 真是越发好奇 贤妃的肩膚长啥样了 才让三皇子长得如此好看 陆儿怎么什么都知道 妹妹真是同情达理 听闻皇上在妹妹宫里 处罚了内务府总管 妹妹没被吓到吧 果然是来套话的 这就进入正题了 皇上让人在外面行刑 妹妹没被吓到 多谢姐姐关心 本宫今日来 其实还有一事相求 姐姐请说 妹妹也知道 三皇子是个不让人省心的 皇上让本宫给她挑个正妃 可本宫对京中贵女不太熟悉 想请妹妹帮忙一起长张眼 娘亲答应她 我太好奇 她会帮三皇子 挑个什么样的正妃了 拜托拜托 一定要答应下了 好 妹妹到时候会去 哦耶 娘亲果然和我心有灵犀 太棒了 丽妃答应得这么爽快 倒是让贤妃愣了愣 她把时间告诉丽妃 站起身离开 诶 丞相怎么也在啊 看上去好憔悴啊 那黑眼圈 都快掉到下巴上了 这是和丞相夫人吵架了 被赶出来了 皇上听了这话 仔细地看了眼丞相 呦 这确实是神情不太好 进去吧 丞相大人找朕 可是有钥匙相伤啊 臣想找皇上告几天假 告假 莫非是你那女儿婚事 还没退掉 李丞相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人家蔡家 已经告知亲朋好友 儿子今年娶亲 眼见者离婚期越来越近 结果新娘没了 肯定不会同意退掉婚约的呀 这事怎么说 也是因三皇子而起 对方是怎么说的 真帮你出出主意 不是 你能出什么主意啊 把人家蔡家都给砍了 或者逼人家主动退婚吗 这可要不得啊 这蔡家留着有不少用呢 你们在御书房 不商议国家大事 在这商量 后宅这是何事嘛 好 丞相一声没反应过来 皇上说帮你出主意 曹公公提醒了一句 李丞相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说了一遍 父亲 真的父亲 一个敢出主意 一个敢信 蔡家想要的是一个妻子 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 给送过去不就好了 没那么容易 不然老臣也不会这么苦恼了 有李家这个白眼狼在前 李夫人怎么敢 再把另外一个女儿送过去啊 女儿又不是他生的 不是心甘情愿地去 不是起了反作用吗 哼 真听说你夫人的绣功极好 不如让你夫人进宫 见见李妃 她想给小公主绣帽子 哟 暴君还知道摇人啊 要美人娘亲帮忙 这事肯定成了 书里丞相确实是这么做的 可惜没说服女儿 事情是解决了 女儿却和他们断绝了关系 李丞相明白皇上的用意 脸上的阴霾 瞬间消散得一干二惊 谢皇上 臣回去就让那人明日带小女进宫 来见李妃娘娘 宫礼 皇上处理了丞相这事 并没有把鱼衣洛送回去的意思 站起身看向曹公公 去贤妃宫礼 参见皇上 起来吧 贤妃这宫礼倒是暖和呀 他好似家常一般随意说了一句 贤妃却警铃大作 心想皇上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来人 上茶 上什么茶 你不就是老绿茶吗 宝君就是这一趟 臣妾怕冷 所以烧了炭 丽妃妹妹被内务府刁难一事 臣妾很是过意不去 这些狗奴才实在该死 不过也是臣妾失职 求皇上责罚 你才接手后宫 有些疏忽在所难免 朕不怪你 谢皇上体恤 倒是让臣妾更加愧疚了 欣欣作态 刚刚喝的奶都快吐出来了 真的冬庄到现在还没赶制出来 往年这个时候该送到镇手上了 原来皇上来是为了这事 这么看 皇上应该不知道王公公是我的人 否则怎会这般轻易接过 这事真是臣妾疏忽了 臣妾会让绣坊那边 尽快把皇上的冬庄赶制出来 皇上并没有多留的意思 站起身 你记得盯紧些 别出什么差错 真让你掌管后宫 是对你的信任 你再继续信任下去啊 小命就没了 还信任 臣妾明白 恭送皇上 除了贤妃的宫礼 皇上的脸冷了下来 皇上 回御书房吗 去丽妃宫礼用晚膳 皇上 你已经有许久没翻牌子了 这 怎么 朕每天处理政务 你是闲阵不够烦 可是 这 别可是了 你往后提一次 朕就罚你去洗夜的宫童 宝君这么讨厌翻牌子啊 怪不得贤妃耐不住寂寞 红杏出墙了 突然被扎了一刀的皇上 差点把鱼一落扔地上 说话间 到了丽妃的宫里 知道皇上要过来用膳 丽妃早已命人备好了饭菜 用过晚膳 外面天色暗了下来 皇上把李夫人明日进宫的事 和丽妃说了 丽妃是个聪明人 笑着应了下来 便听到女儿的心声 娘亲加油 这事成了 以后菜家这个金库 大有用处 一日午时 李夫人带着小女儿李倩 来到丽妃的宫里 李小姐很喜欢洛儿 娘娘竖嘴 小公主长得精致 臣女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并非有意冒犯小公主 娘说了 进宫时别盯着宫里的贵人们看 我都这么隐晦了 没想到还是被丽妃发现了 不必紧张 本姑没有怪你的意思 你既然喜欢小公主 可以抱抱她 真的可以吗 抱着小公主 软乎乎的 小公主一直瞪着大眼睛看她 时不时的发出哥哥的笑声 十分的乖巧 娘亲 小可爱为你脸都笑酸了 这李小姐喜欢算账 叫到菜家 暂时喝不过了 你加油 花蕊 带李夫人去看看 本宫给洛儿秀的帽子 支开了李夫人 丽妃让张嬷嬷把匣子里面的银钱都拿了出来 这银钱本宫怎么算都不对 嬷嬷 你来给本宫算算 逗鱼一落丸的李倩听到两人的对话 也来了兴致 也看了过去 见张嬷嬷几次拨错算盘珠子 她都恨不得上去帮忙 李小姐 会打算盘吗 坏 金之太会了 菜家生意做大做强 她功不可没 李倩免了闽唇 有些迟疑 看样子李小姐是会的 丽妃抱过鱼一落 既然会 就劳烦李小姐帮本宫算算 这匣子里有多少银钱 丽妃都这么说了 李倩也不好再拒绝 坐下拿起算盘 手指灵活地拨动着算盘珠子 没会儿就把银钱算好 装进匣子里 李小姐真是个妙人啊 娘娘过奖了 是臣女献丑了 这可不是献丑 李小姐算盘打得这么好 自然可以大大方方表现出来 本宫看过一个画本子 有个姑娘 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 偏偏对算账感兴趣 她说到这儿动了一下 后来呢 后来姑娘嫁给了一个 这是她的好夫家 凭借着自己的本事 让夫家变得越来越富有 听到这儿 李倩垂下眸子 不禁想起爹和娘的对话 娘娘 臣女也看过一个画本子 好 本宫愿闻奇想 一个女子 她的姐姐原本订了婚 可是姐姐心悦其他人 不喜欢自己母亲订了婚约 神跑了 给父母留下了烂摊子 父母原本打算退婚 可男方不同意 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娘娘觉得 这个妹妹应该为家里考虑 警惕姐姐嫁过去吗 娘和李倩是懂说话本子的 李倩说的完全是自己 目前的处境啊 看来是因为娘方才的话动容了 这就要看这桩婚约好不好 说是好 妹妹嫁过去 皆大欢喜 不过本宫有些好奇 丽妃顿了下 女子的父母提 让妹妹嫁过去了 李倩盲摇头 这桩婚事 在父母眼里是好的 可姐姐不这么认为 妹妹也不清楚 臣女目前就看到这儿 父母没提 让妹妹嫁过去 父母若是对孩子好 定然不会害自己的孩子 她们没提 可能是被姐姐伤透了心 但是小女儿 认为是因为姐姐不要了 才给自己 所以没提 听了丽妃的话 李倩只觉得 本来想不明白的事都想通了 谢谢娘娘 娘亲这招高啊 不用李夫人他们开口 李小姐就会自愿嫁过去 娘家也不会因此离了心 太妙了 多谢皇上 臣的家事如今已经解决了 都是丽妃的功劳 丞相你也不必客气 那是 若不是娘亲出手 这事肯定成不了 就你们两个老家伙的办法 只会强行逼嫁 对了 今日贤妃那个死绿茶 要给三皇子选妃 暴君一直抱着我在御书房 我还怎么看热闹啊 皇上跳跳眉 他倒是把这事给忘了 皇上 金将军那边现在如何了 金将军一切都好 莫非丞相不相信金将军的忠心 这次没有怀疑 宝君坚定地相信舅舅 舅舅必定能解决掉 那个小国家 凯仙归来 那就好 臣相信金将军 可 可那封信 假的 想离间针对金将军的信任 丞相与其盯着金将军 不如多关注方太师 暴君还真是人间清醒啊 可惜对上贤妃 那个死绿茶就开始枪制了 皇上嘴角抽出了几下 打发掉丞相 去到贤妃的宫里 看吧 这就迫不及待来找贤妃了 宝君真的超爱 不是你想凑热闹吗 皇上驾到 皇上 您怎么来了 带小公主过来透透气 难道真不该来 她把鱼衣落地给丽妃 懒懒地开口 都开始吧 三皇子还没来 三皇子估计还在哄穿月女 人家要的一双仪是一双人 结果三皇子答应得好好的 你转生就让三皇子选正妃 可不是给人家小情侣添堵吗 一生一世 一双仁 辰儿等会儿就到 贤妃笑着回 偷偷朝海棠使了个眼色 丽妃妹妹 你觉得哪家小姐合适 哪家的小姐都不合适 你儿子是个什么名声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还有脸我美人娘亲 我娘亲若是说了 不就是把人姑娘往火坑里推吗 是你给三皇子选妃 还是丽妃选啊 贤妃没想到 皇上竟然会帮丽妃 他确实是想为难丽妃的 臣妾就是觉得 丽妃妹妹对京中小姐较为了解 所以才请丽妃妹妹帮着长张眼 你自己的皇子选妃 你不去了解来参选的小姐 还指望别人 贤妃语色 感觉皇上今日似乎对他意见很大 这时 出去的海棠回到了贤妃的身边 俯身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贤妃的脸色变了变 又不着痕迹的恢复正常 三皇子来了吗 回皇上 你来说 皇上指着海棠 海棠脸色白了白 看了眼贤妃 让你说你就说 看贤妃做什么呀 她的脸上有字不成 三皇子在府里 和一群青龙女子喝酒作乐 说是等会儿就到 本来还有一位暴君 是在帮娘亲说话 所以对贤妃这个死绿茶 难道不是吗 想想觉得不对啊 她现在又不知道那些狗血真相 也不知道自己贝虑了 所以肯定是觉得 自己威严被三皇子挑衅了 才那贤妃出气 亲自来为三皇子选妃 结果三皇子不是自己的孩子 太惨了 参见父皇 母妃 丽妃 皇上又拿起一个衬手的杯子 毫不客气地砸到三皇子的额头处 逆子 不知道今日选妃吗 三皇子来不及躲开 杯子砸在他的额角 掉到地板上 碰的一声 碎得四分五裂 完了完了 你三皇子 牙子必报的性子 以后肯定会加倍报复 在暴君身上 你说说你 打谁不好啊 打男主啊 儿臣已有心悦的姑娘 不想选妃 求父皇收回成命 皇上深深地看了三皇子一眼 起来吧 既然你不想选妃 朕也不逼你 皇上 这 这穿越女 洗脑得还挺厉害啊 居然让三皇子因为她 不再隐忍 不过她这张欲擒故纵 弄得还挺溜 一边让三皇子反思自己 一边又更加厌恶上暴君 激发三皇子造反的心 穿越女 皇上和丽妃 不止一次听到过 这奇怪的字眼 都很好奇 这个穿越女 是个什么东西 竟有如此厉害的本身 竟然离开后 降妃的寝宫里 便只剩下了她和三皇子 选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不知道吗 这还要让本宫告诉你 是因为阳心吗 本宫就知道 她不是个安分的主 是不是 武飞不是一清二楚吗 即便没有心儿 我也不想选正妃 如其名声这样 不想连累其他人 本宫是为了谁 不是为了你吗 娘娘 三皇子头上还有伤 你就别打他了 有话好好说 贤妃坐回椅子上 终于看了三皇子的伤口一眼 不嫌不淡 就这点小伤口 死不了 你若是能有出息些 皇上还会这么对你吗 凭一个婴儿都比不上 丽妃那贱人还真会生 一个公主 竟然比太子还得宠 武飞若没有什么事 儿臣就先告退了 你站住 本宫不管你对阳心 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都给本宫输出心思 否则 本宫会杀了她 小公主快满月了 你父皇会为她办满月宴 到时候你别缺席 可以对这小公主 上上心 加以利用 方才我们走了 三皇子肯定又被贤妃打了 太可怜了 丽妃听到她的声音 起身去给她换尿布 又给她喂奶 让美人娘亲 给我处理俩的臭臭 太难为情了 好羞涩啊 路儿还知道害羞呀 像个小大人似的 小公主现在就这么聪明 长大肯定很厉害 本宫只希望她平安长大 温柔聪慧就好 不需要太厉害 聪慧可以 温柔肯定不行 我这个大号已经废了 娘亲想要温柔的 只能重新练个小号咯 皇上来了 宇一洛一听 暴君又来了 整张小脸都垮下来了 朕带洛洛去御书房 皇上来得正是时候 鹿儿刚醒 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我已经睡着了 勿扰勿扰 暴君速速离开 洛洛 朕带你去见见你太子皇兄 云一洛一听 乌溜溜的眼睛立即睁开 太子啊也是有些惨嘞 二人离开 张嬷嬷低声道 太子去找皇上 估计是为了皇后 这里面还有贤妃的手笔 贤妃利用太子去求情 皇上就更加不会放皇后出来 她这是怕自己手上的权力 还没捂热就被收回去 让他们斗去吧 只要皇后不被放出来 我们就先隔岸观火 哎 见到缺了根筋的皇兄了 你这人哪哪都好 就是太固执己见 三皇子和川月女 联合杀了暴君 写下假诏书 让你自吻 便让位于三皇子 结果你都不合时一下 就自吻了 只怕暴君在棺材里 切得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说吧 找这样合适啊 回父皇 儿臣 儿臣想见见母后 太子 应该是想为皇后求情吧 一个为自己杀母求人求情的大冤种 若是没有皇后 你母后也不会死啊 什么母后 儿臣的母后不是皇后吗 陆皇后当年因难产而死 此前淡下一个死胎 所有人都以为 陆皇后是难产而死 其实是因为 现在的皇后 调换了两人的孩子 并把陆皇后害死 不是 这两人怎么都不说话 暴君也不叫太子起身 怎么回事 太子 跪下 儿臣遵旨 朕问你 你来是想为皇后求情吗 朕再问你 假如朕被奸人陷害 对方用朕留下的遗诏 让你自问 你会不会照做 父皇是君 儿臣是臣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朕就是这么教你的 这是余孝你不知道 查都不查就肯定 那遗诏是真的 若是就这么自问了 岂不是让奸人得逞 还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朕看你是想弃死朕 你回去 就给朕写余孝这两个字 写到想明白为止 这不得归功于 你找的好老师吗 没把太子皇兄叫歪 就该谢天谢地 其实太子皇兄 其他方面还是挺强的 若是能加以改正一下 必定比你更加能当好皇帝 父皇若是听到 这么大言不惭的话 肯定早就把皇妹扔出去了 还好就我能听到 儿臣之错 回去就写 皇上满意地点头 终于让她起身 儿臣想抱抱皇妹 可以吗 抱着 小心些 别伤着她 我是太子皇兄 皇妹长得真好看 不愧是白月光般的存在 声音好听就罢了 脾气也这么好 你放心 有我在 我肯定不会让你个屁的 瞧瞧小家伙 被太子抱着就咯咯直笑 对朕 小家伙心里就没一句好话了 父皇 儿臣可以带皇妹 去东宫玩玩吗 等会儿亲自送回丽妃宫里 朕让你做的事 你做了 有时间带洛洛 赶紧给朕回去写字 我肯定不得了